好,我们继续谈一下 就是怎么样用Chat GPT 来帮助我们来写 BO055 这个IMU的一个Sensor 它的一个程式 那其实我对这个BO055 其实是不太理解 因为之前我没用过 我看了它这个说明书以后 觉得它的 蛮复杂的 蛮复杂的 而且奇怪市面上其实也不普遍 反而是另外一种 我用过的是这一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觉得它非常方便 很好写 那也有一些软件 在协助你设定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写 这个程式也很快就把它给开发出来 所以也用在无人机上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 如果我要选的话 我应该是不会选BMO05 因为我觉得它的设定实在是 太复杂了 而且 其实 网上的资源其实并不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各位你看一下 你会用哪一种 好 我一定会选择左边的 好 我一定会选择左边 而且左边这个还有无线传输 好 所以 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 这个要指定用这种sensor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关掉 好 那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就到CHEDGVT里面了 那我就去问他说 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怎么去写一个BMO055的这个程式 好 那他当然了 他跟我讲 讲了一大堆 但是呢 他其实主要就是 跳到RWPilot里面 去用他的一个这个程式库来写 好 这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帮助 好 因为他里面的那个设定都已经 都 都在他的 包括在他的程式库里面 好 这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 好 好 那我就问他说 嗯 那 你可以告诉我 如果我要用LedView来写的话 我要怎么写 好 那我在想 诶 他会不会 惊喜 惊喜啊 会直接给我一个程式 结果我想太多了 没有 好 那他这里面也讲了很多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对LedView不熟的话 好 其实 你应该蛮不容易写 把这个程式写出来的 好 好 所以 我请他再把它整理了一下 好 就是几个步骤等等 这样写下来 好 这个 那这个里面的话 他借我 他其实是用 LedView加上Arduino的这个版词 好 当做这个中介 好 然后把这个讯号把它抓进来 等等 好 好 那我现在就问他再直接一点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用 MyReal去写这个程式 好 那他就 告诉他说 而且我希望的话是能够 得到角度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我觉得 就说 好 我 他主动提到就是用 找 有拉角的设定 好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 告诉我们一些的这个 他的一个这个流程 好 但是我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LedView不熟的话 好 你可能不容易写出这样的程式 而且 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要很有耐心的把它看完 然后真的去写完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离 我们要写出一个很精简的程式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好 那这个里面他大概就有提到 好 那但是他有提供一些这个细节 就是 他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 我们的 单位的这个设定啊 然后他的取样的这个频率啊 等等 还有到 他的i2c的interface等等 好 好 那问题是说 我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 但是他又写了一大堆 其实 这个东西 好 他最后把它化剪成一个 比较操作型的一个这个 步骤的方式 好 那 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就有意义 好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去 猜想一下他的流程 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 好 那大概会给我们一些这个 一些的一些的这个 一些指引 一些 hint 好 好 那我就问他说 那 我要怎么 因为感觉上我知道 他好像叫 要去写一些这个命令到那个 到这个 sensor 里面 好 去设定做一些设定 那我在下面就问他说 这个设定的这个部分 好 那他也 回答我就是说 好 那我这里面有一些 在Rate里面有这些的模式 好 像这个什么 M4G 有 有这个 相当一些模式 好 比如说M4G NDOF 所以 这些等等 好 好 那这个是 有一些帮助 好 但是还是不够精准 因为他有融合和非融合的这个模式 好 但是他 从这个里面的话 我大概慢慢可以抓到 我去读 左边的这一篇的这个 他的技术文件的时候 他的重点在哪里 好 那这些会有给我一些 一些 hint 在这边 好 那我又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说 怎么去写一些这个 我要得到的是相对这个角度 好 那他其实讲的 其实 差不多 好 但是不是很精准 好 不是很精准 好 那我最后问他说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如果用Python去写的话 我会怎么写 好 我想说 我就不要去谈到 用Ardupilot这件事情 好 那就是我 直接用Python去写 好 那这样的话 我总要写到 他的一些的相关的这个 资讯跟模式的设定等等 好 好 那果然他这个地方就写的 比较清楚 写的比较清楚 好 好 那 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嗯 他但是这个里面 他是说 他是用了一个Library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不想用Library 我要直接去写 这个Sensor的一个 这个控制 好 好那这样的话 他就写的比较详细了 就是 在这个里面的话 嗯 他就很清楚的提到 我们的Snap Address 还有他的 呃 模式啊 等等啊 好这个 这个还是属于那种 嗯 呃 不是融合的模式 好所以他这里面的话 他是 写的比较仔细 好 他得到只要除以16 好 那 这好像有告诉我说 我最后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让他还原成真正的 这个角度等等 好 好 那 果然好 好 那他这个不是一个融合的模式 好 所以不是融合模式的话 那当然进度比较差一点 而且 呃 你可能还要再做那个校准 好 所以我问他说 那这个是不是 Fusion的模式 他说不是 好 那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怎么去写一个Fusion的模式 好 好 那这个里面的话 那他就 好 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这个说明 好 呃 其实还是写的不 不是 呃 那么的这个 呃 精准 好 那最后呢 好 好 好 我刚刚他说我要用Python写 好 那他最后就给我一个 比较精准的一个这个code 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后面的话 我们 呃 就是照这个来做一个 到MyReal里面的一个这个程式开发 好 好 那我们看完以后这个以后 我们就 大概有一些想法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的 的这个 手册的这个部分 好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手册 其实写的真的不太OK 好 因为他也没有一些这个 呃 范例程式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 这个 Example啊等等 好 让我们去写好 所以相对其他的Sensor 我觉得这个 在开发上的话 似乎不是 那么好用 好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有看到一些这个 重点 我们一路看下来 所以 呃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Mod 扫过一遍 那 其实这边马上 让我看到就是这个人 Opression Mode 所以 我待会一定要去看这个人 那还有怎么样 我的Sensor Configuration 就是说 诶 我在每一个模式的时候 我的这个设定 那再来还有就是 我的这个资料的输出的这个部分 好 这个是我一定要去看的 好 那 校准这个部分可能我 我并不是那么有兴趣 好 那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个Register Description这个地方 好 所以 呃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非常多 好 它的一些设定 好 那最主要这些是它的那个 它的 呃 它的暂存器的位置在哪里 好 这个都 关系到我们后面要去写这 或读这些资讯的这个部分 好 好 好 那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说 我的i2c的时候 我的街角 我的位置在哪里等等 好 所以我大概看完以后 我大概知道说我去看的这个重点在哪里 好 所以 呃 我们在一路看下来的时候 这些 前面的一些叙述可能不是很重要 好 如果你 没有太关心到一些规格的部分 好 那 呃 其实 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它的Operation Mode 好 所以这里有分成 非融合模式跟融合模式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要的 好 但是它这里有提到就是有相对 绝对的这个坐标 好 这个比较奇怪 好 因为我目前它说它只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 这个姿态的一个这个资料的方式 但是我目前得到几乎都是绝对坐标 好 这点有点奇怪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一个这个规格 它这边的速度其实都还不错 好 好 那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好 就是你在这边的Fugive Mode 好 所以在 RMU的话 我们这也是 好 这是 这是08 08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EA 这是0A 0A 0A 那这个是0C 0C 所以这是我们在 选到设模态以后要设定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Fugive Mode的一个这个介绍 好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看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好 因为我们后面就是选这个 这个东西 好 因为它是用 电子螺盘去校准它的一个陀螺仪的资讯 好 所以它不用做 事前的电子螺盘的校准 好 我想有用过Facom的都知道 好 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Facom版 一定要先经过一个电子螺盘的这个 这个磁方位的校准 好 好 那这个是一个Fugive Mode 好 那这个是9个自由度的一个 资料的一个这个结局等等 好 好 那特别是这个地方的方向 要特别的注意 好 方向 好 因为你放的位置的话 会关系到你怎么去 好 这个 跟车身的一个 这个它的方向的一个连结 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 好 那我们 这边我们就直接跳过 好 因为你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知道你的位置 要选到哪里 好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 LoLo等 其实 它的 重点 其实 主要都是在几个部分 所以这个里面 它就有 这地方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 它的颜色 好 那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是谁 好 好 最重要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 这个人 3D Operational Mode Operation Mode 还有3B UniSlane 好 这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好 那还有一个人是谁 好 这个人 EA EA 就是Heading 所以你从Heading 读 这是一个byte 所以你从Heading 读123456 好 所以就把六个自由度 的这个角度的资讯 Operangle资讯 好 全部读下来 所以你只要从EA开始 读6个byte 他就一路这样子到这个EA EA到EA 就依序直接把它读完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还有一个 3 3B 3B是UniSlane 好 UniSlane 好 那在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 会到那个单位的选取的部分 单位选取部分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我记得是在 好 在这边 他这边的一个这个资讯 这是加速度 这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看一下Orientation的话 他这个东西都是 他都是这个两个byte 两个byte 好 那这个地方看一下 所以他是 一个Degrees 16LSB 好 16LSB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 把转成Degrees 然后再除16 好 你才会得到正确的这个读值 好 原因在这边 好 那我想观看程式的话 你可能是 不会了解到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好 那在资料的 选择的话 好 在资料选择的话 我们就是有选 嗯 00跟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选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位的话是加速度 好 的选取 第二就是 我们在第二位的话是 角速率 好 第三位的话就是角度 0跟1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 3 刚才是 3B00 好 3B00 好 就是先选 那个单位的一个选择 然后再选到 Oil Angle这个地方 这里是0 其实你是0几 01 02 03都可以 就是这个位数一定要0就对 好 所以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是 04 等等 对不起 03等等 或者是 02 01 00 都可以 好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知道说怎么样去发展这个城市 所以 这是大致的一个 我们怎么利用这个ChatGPT 去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这个资讯 但是 说实在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你想要ChatGPT 帮你把这个城市直接写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天方夜谭 好 那 当然在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的这个Python 或者是说 就是 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经验资料库的等等的话 这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方式 但是你要做些比较进阶的开发的话 还有 比较复杂的一些的这个整合的时候 ChatGPT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不错的一些思考的这个方式 但是呢 我觉得要它一步到位 恐怕也是很难的 大家是一个心得的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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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